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刚刚看了我们平均年龄应该未把20岁的三位柳营的在地子弟的报告 我真的是感触万千啊 因为上一场衔接着我自己的老师李通报院士 我真的其实没有什么机会可以见到所谓 我教书比较晚 几乎等同是四代同堂 在针对一个主题的一个进行讨论 所以我到现在其实还不太能够平补 不过还是要回神过来 介绍我们今天重要的与谈认 周圣锦 周老师 周圣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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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 也在现在在澎湖科技大学的同事中心任教 那孙吉老师说 他其实没有看过那么多网教 但是我想在教学的位置上这么久了 其实我说基本上我们要从一个结构上去看 就是说这几些论文的这个撰写 那我们就热烈掌声欢迎孙吉老师跟两位 我们的梁同学跟一位的黄同学的论文发表余谈 好谢谢老师的介绍 那还有一个发表人 还有各位来宾大家好 那很高兴今天来到这边 来帮两位年轻人看这个文章 其实我刚刚刚开始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 是满头的问号 因为我的研究领域是澎湖小法跟澎湖的王爷信仰 那台湾的王教老 因为我大部分的时间都待在澎湖 台湾的王教我并没有看过很多 那也没有比较特别专门的研究 但是后来我看到了 这两位年轻人我可以叫孩子 因为这么年轻 然后就是我后来看到这两位年轻人的文章之后 我大概有点可以体会 为什么要安排我来 其实应该算是一种 对应该是说 与其说评论不如说是一种 我们不同地域 不同关于王爷信仰的这种方式的一种对话 对那我一下我会用我的观点 就是说我来提出一些意见 对然后提供参考 好那因为时间有限 我就直接进入文章里面的主题 好那我先来看这个议程 好那比如说 我就按照那个文章的顺序来看 比如说那个115页的那个摘要的部分 摘要的第二行也谈到说 这个丁钩是用来招请神旗 或者是孤魂野鬼来降临坛场 或者是说它是一个引路的指标 那里面有两个字也 我比较建议就是四福这两个字 就是说请问好兄弟可以四福吗 就是跟我自己评 我在澎湖的经验就是说 我们那个地方 我们对于农艺契约在拜好兄弟在普渡 我们一般对于我们不太会对 在我们那里我们不会对好兄弟有这么多的要求 我们只希望你好好吃吃饱 然后听经文法之后你能够超度 就是说或许在某一些意义上的用之前 我们可以再讨论 或许是台湾有这样的情形也不一定 好那接下来 到了那个从文章进入文章里面开始 比如说这个116年的千页 或许我有点细带康子头了 就是说因为我我自己本身对于道教并不是多么的专业 所以我会对我这个阅读者来说 我一开始会想说到底什么是灵格 我们一般人的认知 或者你自己在上网 我们一般人的认知